好 大家好 我叫宋莹 今年24岁 来自吉林德惠 我的爱情宣言是 肖滴滴 秀答答 广是软妹子 来找我的她 好 叶子姐好 你好 两个好 你好 你好 软妹子一点都不软啊 出手不翻 是啊 出手不翻 你看 十三十四 什么巴里铺男神呢 什么巴里铺二少啊 瞬间就 被封杀 被封杀 杀 我只能说老妹你品味挺独特 高 品味高 谢谢 有品味 十三号李杨阳 好 对啊 这么说跟你说 讲个原因吗 差不多就行 你稍微的安慰一下 你夸杀一样灭了啊 巴里铺拳你给灭了啊 看见我送的缘分天使 给谁了吗 哎呀你跟这没关 那你缘分天使给他 那剩下的一些都灭了吗 15个都灭了吗 那不行啊 因为我之前看到节目 在5号跳舞的时候 你们两个经常 就是 对他印象不太好 总是想跟他 总是想跟他PK 然后但是我觉得他跳得挺好的 哎呦 哦 我才明白封杀他俩是为了这边 哎呀 5号妖娆哥 想采访一下此刻的心情 终于感觉就是 也有稀罕我这种类型的人 嗯 对 啊好好好好好 啊 来先来看一下 呃 广式软妹子是吧 是 看他的第一个等片段剪一下 大家好 还松颖 更美 一四四 我在广州生活过一段时间 就是因为这段时间的生活 所以我现在发现自己 已经变成了一个 滴滴道道的广式软妹子了 我发现呢 我现在的性格 有点越来越像广州女孩了 不会吵架 也没跟别人吵过架 如果你要非要跟我吵架 生气的话 那我只能选择 不说话了 但是 不要把我当这一段雷阵哦 所以是自己可以保护自己的 我从小呢感觉特别小 所以我就决定学习 是跆拳道 并且我现在已经是黑带的所调了 虽然我选择的是 有表演性的程序 但是我的跆拳道 不仅可以用来表演 而且可以用来防身 台风的小伙们 你有感谢来和我配合一段了吗 谢谢大家 十二号黄金 你刚才学的那些什么舞啊 这是 这是跆拳道 这个舞真能打人吗 可以 试试吧 如果你要是想让我打的话也可以 那算了 来四号 有次 黑哈的 打我两下呗 球虐 你们都是球打 我也会武功 我也 你会什么武功啊 就是各种咔咔一顿翻 各种空翻那么起刀的 那你很厉害 这流氓会武术 这谁也挡不住 看不出来 一号大四号 你这是瞎我老乡呢 我们都是精神病 出门都带刀 是 老乡 那我这左手前方右手呢 我到夏天我不算电 我是江湖大山猫 身后的姑娘都得为我尖叫 出门 突然往前这么一跳 到喊一层卖号没有 好 好 好 等会儿 姐 我这后必须得叫俩人了 好 传说世间有两人 阴阳之路为正神 在这世界默默无闻 锁下多少厉鬼魂 千百亡灵无处藏 捉挡恶鬼奸言王 一分中断在胸藏 黑白无常 黑白无常 黑白无常怎么回来 白这俩人你看 从戴刀的精神病 终于长到那跨界了是吧 是啊 我就刚想说呀 为啥一号和四号都站在这附近 因为都跟 都围绕在小顺子的身边嘛 深受影响 对对对对 小顺子 你对他们俩的影响太深了 就好像你们那一片对另一个世界都非常了解 对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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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已经 厂上弥漫了一股冰森 谁到了 那姑娘刚才说跆拳道 你们说哪儿去了 说哪个世界去了 对 对 对 他人到 你说两句 跳过 跳过 跳过来 太小人了 你会他人到可以 我可以让你练一下吧 好 我觉得就是 现在小伙子的感觉是 求打的 求打的 求虐的 这好几个 是不是啊 还有求嘚瑟的 是不是啊 那个好像是都想 都想看一下 其实实话实说 我也挺想看一下的 因为他 对啊 那我先准备一下 对啊 穿这个衣服你需要换一下 好好好 可以准备一下 好了我稍等一下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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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 我想不到谁在求虐 5号 5号 哎呀呀对对对 缘分天使都给5号 来5号妖娃哥 先有请 然后 还有谁 老乡来吧 一号大子华是吗 好来有请一号大子华 再来 4号留次了 有请 该出声声就出手啊 风风火火闯就走啊 嘿嘿嘿 又喂喂 嘿嘿又喂喂 又喂喂 啊 笑笑怎么配合 刀具在莲哥那里 好来莲哥 送刀具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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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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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们三你们三个先转过来来来来我先采访一下哎呀这咋跟你们仨紧张成这样哎呀哎呀啊你说你说 那个菜了我两脚幸福吗疼 那个刘策感觉咋样 嗯还行挺爽的是吧 那个刚才我们看我们这个那个姑娘表演了一下这个跆拳道 那你们三个人啊是不是也得也得有点展示啊哈 我我都当大哥的我先来这些工板来摞一块来来 我高手批那个联哥又给他们准备一个新的道具 你别长钻头啊你出师了 这个男生嘛男生的力量肯定大对不对行行行行来来来你先站这站这来有请联哥 拿着这准备的什么道具呢 可以吧 这连哥是故意的 拿着搓衣板谁都撞蛇了呀 还有什么意见我先来了 大哥这个动作挺标准的 你的动作都已经得到了你王哥的认同 很标准很标准 王哥是不是伸展同秀啊 国际标准 好好好完成的非常不错啊 哎呀哎呀 完成非常不错啊 你怎么感觉这么多 我往后退退吧 二弟给你了二弟 有事你上二弟 来我给你绑子来 我我咱俩网上 咱俩得像是二弟 是不是三弟来这 人家缘分天使没给我的是吧 我也一样我更生气 不是拿脑袋装也装不适合他 哎呀 那你叫门工抽呗 你是那边来个助跑 丁那边 你拿脑袋装一下 好嘞 装别的拉倒 装别的完蛋 一二零谁帮打一下的 把住楼把住楼 去 quoi 哎呀 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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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 act 哎呀 你要不喊的话 他已经现在就是 顺哥你可以给他料理忽视了 不是你要不喊 请我就粗糊溜过去了 你喊请我都不知道咋个声 我也不可能一下子 不动脑脑袋说了 那么大后呢 主要是我怕他们受伤 因为没有练过 是肯定受伤 这梁儿哥是故意的 拿着搓衣板谁能撞蛇了 好完成的非常不错 谢谢 刚才这个互动的非常棒 我们也看到了 姑娘好几面的这种状态 来 接下来来看第二个短片 回来之后我们接着来 我以前呢 谈过两个男朋友 一个是广东男孩 一个是东北男孩 我感觉他们实在是 太不一样了 对女孩表白的时候 姚姚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我想跟你出来一下 在这一方面 我更喜欢你给男孩 谈恋爱今天日子的时候 知道今天啥日子吗 当然知道了 我都给你准备好礼物了 啥呀 看 哇 太美了 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不 啥日子 啥日子 今天是亲人节呀 忘了 忘了 晚上吃点啥的了 哎呀 这都不记得 在这一方面我更喜欢广东男孩 但是现在我发现呢 我更喜欢广东男孩 和东北男孩的结合体 我喜欢东北男孩的 大男子主义和他的直率 喜欢广东男孩呢 喜欢他的温柔和细腻 十一号 王迟 那个老孟刚才我看短片说 你还喜欢就是东北男人的 这种爷们气概 然后还喜欢的男人 还需要还有一些这个 广东男人的那种 就说的挺秀美的 我感觉这样不好 我认为这个东北爷们 就是最好走到哪块 就是说比这个广东男人 要好很多很多 不需要带他们这种气质 为什么呢 你说我 因为我原来经常出差啊 就咱们东北人在一起 那个大老爷们一说 有什么事儿好 到那就立马就办 就都能解决 到他们男方去出差的时候办成 哎呀 这个事情不行啊 哎呀 这个这么的 那么就是给你找 你跟他来一起可累 一天就像破闷似的 你也拆不透他 并且你说你说的 广东男人说 比我们东北男人浪漫 我感觉就是满山的鲜花呀 也顶不住一个大鸡腿 能让你顶饿 所以我感觉还是东北男人那么好 对 我没有说东北男人不浪漫 只是我没有遇到 东北男人的这种浪漫 就像满山的鲜花跟一个鸡腿 哪个更浪漫 这还是等你遇到的时候 你慢慢去体会啊 不一样的这种感觉 13号里的杨阳 在一个男方 就在抠啊 你的男方 东北男人也有抠的 不对 对 对 东北男人也有抠的呀 东北男人抠的 你觉得你听过的 最抠的那个是什么样的事情 13号了 好 好 哎呀 真是不好意思了 杨阳 你撞到了枪口上 你自己 你看撞到这里了 看到是场上16盏灯都灭了 我想问一下5号 杨阳哥 就是出对象之间 这种感觉一点都没有 宋元能理解吗 可以啊 你之前喜欢 杨阳哥是喜欢他什么 我喜欢 因为我不是说看他的舞蹈 就是比较杨阳 所以大家对他评价 可能就是 比较杨阳 然后比较 有魅力那种的 因为我觉得他 可能做事方面 还是比较好的 比较成熟的是吗 对 就是还是有一份好感的 但是没想到 就是 肖丹会觉得 两个人之间的 只是感觉有友情 没有爱情 就是哥哥和妹妹的感觉 对 是不是 如果要是感觉到位的话 我觉得两个人 就会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感觉不到位 我们就谁也不勉强 是吧 是的 所以我一直觉得 肖丹 你错过了一个很好的姑娘 之前在广州三年半 是一直在上学是吗 对 你跟王哥咱们俩有相同的经历 而且相同的感受 是的 王哥也在广东 上了四年的学 好 当时我也非常清楚 我未来找的人生伴侣 一定在东北 而不在广东 对 因为我是东北人 我也是 所以我看你短片里 广东话说得好棒啊 咱俩用一种特别的方式 结束你今天的相亲之旅 宋美云 来你来个 感觉表演好好哦 我感觉 你不忘了来个 答应我说 一定有一个乱载 一家 走开一家 还定是个一家 一定终于来的 一定有 加油 我感谢王哥 好 掌声送给宋盈 加油宋盈 加油 你好 发生了什么 你认识他吗 我不认识 吓我一跳 害怕 你什么意思 问题是 就是在演播现场 还有节道的 而且还 人家还穿着 台拳道的服装 哈哈 我不扛踢行不行 我不打人 我从来没打过人 这你要你要做什么 对 对美女有好感 谢谢 挺喜欢 挺喜欢美女的性格的 是谁给你的勇气 都没有经过我们的允许 你直接现场节道 勇气嘛 感情这个东西的话 还需要别人给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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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你好 你好 我姓杜 我叫杜老盛 家的话是得回的万宝珍的 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 咱们也是老仙人 我今天27 其实说新的话 我对台上这位美女的感觉挺好的 但是有一点我感觉做不到 因为我是东北的 哪一点做不到 我做不到南方那种人的 男方人的性格 男方人的性格只是说 男方人比较就是细腻一点 就对什么事情可能注意的多一点 磨叽一点行不 磨叽就是细腻呀 一样的一样的 好 好 好 从我的角度来讲 我做什么都挺果断的 而且我感觉美女 尤其说话的时候 我感觉特别温柔 哎呀 哎呀 小杜你知道全程是练六年来 你是第一个做出如此疯狂行为的人 那你能跟我走吗 不是我是我很感谢你 你的勇敢 但是 吓着了松莹是吗 有点 我有点不知所措 哦我明白 别急别急 其实就是可能一下子出来一个男生 然后这么跟你讲 会有点不知所措 你先问问自己心里的感觉 他这一款的男生是不是你喜欢的 他刚才跟你讲的时候 他很踏实的这种感觉 是不是你想要的 然后你愿不愿意 给自己一个机会 给他一个机会 两个人开始了解一下 你要知道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他能直接开始接到 那他对你的喜欢到什么程度 他能做出这样的举动 其实也很大胆了 对吧 没事美女就是感觉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对对对 那他也很善解人意 啊 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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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转交遇见了谁 是否有爱情的美 爱转交遇 郑远啊 刚刚在这用广东话送你的时候 我就说 一定会有一个男孩子 此时正在电视期间 关注着你喜欢这个 结果你看 根本没能走出电视 直接在这被写到了 好 好 小杜 很勇敢 还爷们 好 掌声送给他吧 祝你们幸福 谢谢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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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